新竹县北埔老街生态农场有名 每个月旅游人次超过了24万人 其中不少人骑电动机车来玩 但是却无法更换电池 大受困扰 在明代协助下 相公所就建置了两座 60格电池的换电站 民众都说方便多了 打开机车坐垫 骑士拿出电池等待更换 到北埔乡观光的旅游人次 一个月就超过24万人 骑乘电动机车的人也不少 但长期却没有换电站 在我们北埔设置 我们是第一个换电站 因为北埔在整个台湾来说 也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光区 也在这几年 也在极力推动所谓的力能的部分 所以很多的游客一直跟我们反映 包括我们的乡亲也在反映说 北埔缺少一个换电站 换电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有时候没有电的时候 或不确定电可不可以到达 我们可以骑到竹东 所以我们都会开车 把两个电池拿到竹东的换电站 然后把电池再运回来家里这样子 来回大概二三十分钟吧 北埔没有换电站 到距离最近的竹东站点 就要6.2公里 来回20多分钟 想换电也怕骑到一半 会没电卡在半路相当不便 连带造成游客无法在北埔酒呆 对观光和居民生活都大受影响 现议员王成祥就和电动机车总公司协调 在乡公所前建置两座60格电池的换电站 按下手机不到一分钟就能马上更换 民众都说方便很多 之前换电很麻烦我要到竹东 不然就是从园区换好再上来 这是一件有点麻烦的事情 所以很高兴这边北埔站已经开了 最重要也感谢乡公所这边 马上帮我们腾出一个可使用的空间 让我们建置这个充电站 那相信在今天的启用仪式之后 对地方的乡亲以及游客 都能够更加的便利 偏商设置换电站 能提升民众改齐电动车的意愿 减少废弃排放 环保又节能 未来也要继续推动增点 提升观光便利和生活品质